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会变成是设法去把这个Q估出来 那假设要进一步解的话呢 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简化 做一些假设 那至少这样子简化之后能够让我们解出来一个初始的解 是大概还算不错的 那这个简化通常是这样的 就是你假设相机的中心是零 这是一台好的相机应该会有具备的性质 所以你就可以拿那个 这边那个中心的这个偏移呢就是零 所以它没有 它是完美的 就是中心刚好是不会有任何偏移量 那另外一个假设是它那个像素是方正的 所以像素的宽跟高的这个比例是1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把整个 Omega i的形式写成这样子 因为这两个本来要顾的参数 你的中心的偏移量已经不见了 然后原本呢会有F的焦距 以及那个alpha的这个 就是XY的宽度 XY像素的宽度 会凑起来会是alpha的这个值 所以alpha应该是跟D 就是像素的宽跟F焦距有关系 那现在我们已经强迫它是一个方形的这个像素的话 我们就只剩下焦距这个参数需要估了 那这边就会有两个这个跟焦距有关的系数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变成整个要 Omega i要估的就是整个F这个参数 它会变成这样的形式 那这样形式的 如果是这样形式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Q 如果Omega i长成这样 Q的这个Q 任何一个Q呢应该就是长成这样子 会有五个参数要估计 Q会有五个参数要估计 然后它会是一个这个 Rank应该等于 等于多少 等于3是不是 等于3的矩阵 Q的Rank应该是3 有没有办法很快地看出来 Q的Rank是3 Q是一个4乘4的矩阵 但是它的Rank只有3 为什么 哪里可以得到这件事情 Q的Rank只有3 从这边 从这个46次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一个 这一团东西跟这一团东西呢 前面这一团是什么 是几乘几 前面这一团应该是一个 因为Omega i是一个3乘3的矩阵 然后底下再加上一个3乘1的一个横躺的东西 所以前面这一团是一个4乘上3 这一团是4乘3 然后后面就会接着一个四维的一个Column这样子 一个像这样 所以凑出来一个4乘4的矩阵 但是呢最后那个Column 其实是前面的什么东西 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最后的Column 其实是前面的那三个东西的线性组合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你可以看到 前面这团东西 如果把它们的右边都乘上V的话 那就会得到最右面的Column 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V是长什么样子 V如果不是全部都是0的话 它就是一个 这个V呢就是一个把前面三 那4乘3 把前面的4乘3的那一块东西呢 做Column的线性组合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 前面这里有一个东西是三个Column 然后最后面也有一个Column 最后面那个Column呢 其实是由这三个呢 去组合出来的 怎么组合 它的系数就是那个V 对 然后我们知道V如果不是 不是000的话 那这个就是 这个Column其实 跟它们是Linearly Dependent 所以 这个Column是多余的 多造出来的 那Q就只有Rank3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是因为我们到时候 解的时候呢 解Q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Rank的 限制加进去 就像我们之前解F一样 你最后分解完之后呢 你知道F 那个Fundamental Matrix的Rank Rank是2 所以你把它分解之后 你可以强迫它变成是一个Rank2 那Q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解到最后呢 你可以强迫它是一个Rank3的矩阵 那Q的形式就会长这样子 这是在你把Omega写出来 变成这样 简化成这样的时候 你的Q就会变成这种形式 然后这些关系可以得到什么 就是这些Q呢 可以让我们导出一些关系式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Row呢 我们刚刚写到的这个Omega i 对不对 是由Pi跟PiTransports 中间夹一个Q乘出来的 那我们如果把每一个P 这个Pi 它总共会 它是会是一个三乘上四的 三乘上四的矩阵 我们就看它这三个Row呢 分别拿出来看 因为它会 它们会去乘乘 跟Q乘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写出来一个关系 是这样子 它的Pi这个投影矩阵 就是对于Di才相机的投影矩阵 它是 它的任意两个Row 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 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呢 乘上Q之后 就是 这边乘出来的 第一个Row乘上Q 跟第二个Row乘到Q 乘出来的东西应该会相等 因为那是 这边告诉我们的 它们乘出来应该都会是Q1 或者是你会倒推回来看 它们跟Wi的关系 它们乘出来的这两个元素呢 应该是要一样的 所以 我们会有第一条的 第一个Equation是要满足这样子 你的Pi P的任何两个 前两个Row呢 会是这样子 然后 其他的 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相乘的话 中间夹Q这样相乘的话呢 应该会是0 因为 我们知道 这边这里 这里是0 这边这里是0 那那两个元素呢 就是各自会对应到 对应到这个 P P P里面的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 乘上Q的结果 那另外跟1跟3跟2跟3 这些关系都会这样子 所以因为我们有 我们有这些0在这个 上半个三角这边 这些0呢 让我们得到其他事 所以 第一个关系是这两个要相等 再来就这些都是0 所以你就可以列出四个式子 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位置数要解 我们Q有五个位置数要解 在这整个48式里面 所以四个关系式还不够让我们解除那五个位置数 那必须要再多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想要只靠两台 两个画面来解这个的话是不行 就是所以 实际上会变成再多一个画面 那三个画面你就会有八个equation 然后这八个equation可以让你去解那五个变数 然后这个方法是 就是这个Polyface他们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 他是在做这些电脑视觉 然后3D重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学者 你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这些相关的paper呢 都是他们团队写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基本的做法是这样 那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解法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去 试着去minimize这个这样子的function 就想办法找到k呢 可以使得他尽量接近那个右手边 这边这一团东西 那用这个方式呢 直接去解k 把k解出来 然后Polyface他们也是有提出一些 实作上面的建议 比如说像你可以先对每个PI做这样的normalization 通常效果会更好 就是把影像的大小呢考虑进来 所以W跟H就是影像的宽跟高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做normalization的话 再继续处理的话 准确度会更高一点 那这整套做法呢 还是会有一些情况是不能work 所以像这边列出来就是 你在PI的时候 你只有 只有translation没有rotation 相机都没有rotation 那或者是说你是绕着一个 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然后对着这中间拍 这样子的话都会让你拍出来东西呢 不能解出来 我们要的 你的资讯变得不够 那这个是实际上在拍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你不能是一个 只有translation没有rotation 也不能 就比如说你是在车子 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对着车窗外这样拍的话 那假设就 重此车子在转弯 那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那种通常拍出来的就 你要去解这个 这些相机的参数就 没办法解的正确 那这些做完之后呢 再来我们才是要进入 这个bundle adjustment的 这个步骤 是因为我们要先有一个 初略的估计 知道说那些 P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前面这一整串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 P的这个初步的估计 利用你对于 相机的 那些参数的一些 基本的假设 然后可以得到 一开始这个P 那到了这个bundle adjustment的时候呢 我们想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把你拍到那画面里面的那些对应点 它实际上是三维空间的坐标解出来 同时我们要把你的每台相机 它的这个投影矩阵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要解出Pi跟XJ 那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观察到就是每一张照片上面的小XIJ 第i台相机呢 看到空间中那个DJ的点 它看到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位置都会有对应关系 所以你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J这个点是对应到 空间中那个XJ那个点 然后别台相机呢 也会拍到另外用它那相机去拍到那个XJ那个点 那每一台相机拍到的呢 我们希望它投影出来的 就会跟你真正拍到的位置要尽量相靠近 对不对 因为这是你估计 你估计出来的实际的三维坐标 然后你估计出来的相机的投影矩阵 那这样子拍出来的东西呢 要跟你拍到的 真正拍出来的照片 那个特征点要尽量越稳和越好 所以我们会去minimize 这样子的distance function 所以小D的话 通常就是你最简单就是去算 他们之间的euclidean distance 或者是你可以引进一些 robust estimation 可以淘汰outlier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希望去minimize这个之间的误差 就是你把你估出来的那些参数呢 然后估出来的那个坐标 把它投影出来之后 然后跟你真正的拍到的那个点 的距离要越小越好 所以这是我们要试着去最佳化的问题 那要解的东西就是解这个大P Pi跟大XJ 把它解出来 那为了让这个解起来比较 就是你可以很明确地知道 到底你在解哪些参数 所以通常接下来就会去做 先做这个参数化 就把找到一个适合的表达方法 让你知道说你解了每个参数 然后是哪一些 然后它的自由度是多少 那这时候呢通常就会用 在旋转矩色那边呢 就会用一个这个Rarigas formula 那它的形式长成52是那样 就是我们会去怎么去描述这个投影矩阵 会用52是这样的方式来描述 那这个描述方法的话就是 你变成是用一个旋转的一个轴呢 去描述你的旋转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 所以某个东西好了 然后它就是绕着这个轴 然后做了某个角度的旋转 那因为这个Rar它有证明出来就是 你任何一个旋转矩阵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描述 任何一个 任何一种旋转你可以 三维的旋转你可以 靠一个轴呢 然后绕着这个轴转 去达成你要的旋转的结果 那重点在于你要把那个轴找出来 那个轴定义出来之后呢 你的那个旋转的方式就会定义出来 那这个轴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那如果它是单位向量的话 至少它指出来它是往 它是这个轴的方向在哪里 你就要你的旋转就是绕着这个轴去转 那你要转几度呢 会变成是记录在这个向量的 把这单位向量乘上它一个 乘上一个长度 那个长度是代表它的角度 旋转的角度 所以我只要靠一个三维的向量 三维的向量就是 只要有三个元素就可以了 R1 R2 R3 告诉我们说这个到底值到哪里 然后它长度多长 就可以决定了一个 唯一的旋转的矩阵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绕着那个轴 然后转 这个向量呢 它的长度 比如这个叫做R好了 它R的长度就是这样子写 然后它的长度呢 告诉我们旋转的极度 所以整个表示法 就会变成是像这样子 所以那个旋转矩阵呢 可以用Ri 就是Di的旋转矩阵 Di台相机的旋转矩阵 可以用这个小Ri来描述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参数化的形式 就只要你能够 把这个小Ri到底长什么样子解出来 我们就决定了那个旋转矩阵 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会采用的参数化的形式 那至于为什么旋转可以用这个 这样去达成的话 其实有一些很直观的证明 就是你可以把R呢 旋转矩阵乘上某个X 它会等于X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轴 那表示说这个轴呢 在这个旋转矩阵的底下呢 是不会转的 它就还是转完之后还是自己 那只有一个东西 某个下量可以达成这个效果 就是这个轴呢 是经过那个旋转矩阵乘了之后 还是会它自己 还是它自己 所以它是在旋转里面的 不动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X是一定存在的 因为对于R来说 我们可以去发现说 它其实呢 利用那个R R transpose的性质 等于I的性质 旋转矩阵自己跟自己 transpose相乘是I 你可以知道说 它应该会有一个 eigenvalue是1的 的 eigenvector 那那个东西就这里 就这边就是 X就是一个 eigenvalue是1的 eigenvector 所以我们知道 会有这样的轴存在 那那个对应的表示法 就会是像这样子 所以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是 你只要有那个RI呢 然后RI的这个 这个tool norm这里 两杠这个是表示说 我要旋转几度 然后RI自己的方向呢 会告诉我们怎么转 所以它会把它拆解成 跟这个方向有关的成分 以及跟这个RI这个方向 垂直的成分 垂直的成分是用 用这个外积这个矩阵来表示 所以这边这个RI 然后XX这外积的矩阵 就是在描述跟RI垂直 那个平面 然后我们可以靠这样的组合 去抽出来 旋转矩阵长怎么样 那旋转矩阵的参数化形式 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底下这个 所有我们要估计的参数 其实就会变成这样 其中αxαy呢 是跟k有关系的 那是k的对角线上面的元素 里面会包含像素的宽度跟焦距 然后R的话就是旋转矩阵 需要的三个参数 然后T的话就是 你的位移的translation需要的参数 所以总共就会有这么多个参数要挤 然后另外有X0跟Y0 是你的相机的中心在哪里 所以假设它偏移 不是在正中间的话 会有偏移一点 就是要把这个S0Y0给解出来 所以k会是长成这样子 有五个 总共会有五个东西要解 然后R的话长成这样子 有三个参数要解 然后T的话长成这样子 有三个参数要解 所以这是P的形式 那就我们还是一样要把 要把第一台相机的形式先固定下来 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你这个拍的过程 你这整个空间的真正桌标是什么 所以还是要用第一台相机当作参考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移除了这个四个自由度 因为你把这个Translation跟Rotation移掉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进一步要求这个 就是第二台相机的中心 跟第一台差距是在单位的距离上面 那这样的话至少你估计的这个尺度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我们本来是不知道到底实际上你的整个这个尺度是什么 但是因为一旦你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尺度定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些处理假设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要去解53次 我们刚回到前面看到的这个式子 那底下就是它的数值方法的 就解的时候呢会用什么样的数值方法 那其实这个解这样问题的方法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 就是会有继续的研究在探讨说 有什么样更好更适合的数值方法去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边要看的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做法 所以会怎么解呢 首先你要把这个形式呢先写成 这样的矩阵的形式 那54次的话呢通常等一下我们的推导可能会差 差一个二分之一啦就是可能 f大f呢会是二分之一的 x减掉f小f theta transpose x 当然它不会影响整个的值但是呢 可能在推导的时候全面的系数会有 会受到一点影响 那这个小f是什么 小f是然后这theta的话是我们把刚才的参数 就简化就是我们所有需要顾忌的这些参数呢 跟p有关系的东西 以及跟实际上的三维的做标点 那些东西我们都要都把它当成这个 就把它写在这个theta里面 然后f theta的话呢 它的值是投影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边我这边用大写 或许应该是用小写比较适合 就是投影出来的点 然后我们就是要希望能够 让它投影出来的点呢 跟实际上你的影像上面呢 的那些对应点要越 差异要越小越好 然后因为我们用 我们上面是 如果算equilibrium distance平方的话 底下就是54是应该可以这样写 那再来就是要进一步看看这样怎么解 你怎么找到最适合的参数 我们目标是要找到这个theta 使得54的这个值呢 可以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是要去minimize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开始进入这个数值方法的部分 所以我 现在是下课休息时间是 可能我们就现在先休息一下好了 然后等一下再继续看看 怎么推倒这个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